国际焦点来关心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地主要机场昨天早上一度被武装人员占领 而俄罗斯军机和战舰分别进入克里米亚上空和海域 乌克兰临时政府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提出抗议 并表示将会采取反击行动 而美国当天再次敦促俄罗斯尊重乌克兰主权 警告任何在克里米亚的干预行动将会铸成大错 还在一周前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火焰和枪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现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又成了新的焦点 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星期五克里米亚的主要机场塞瓦斯托波尔机场 曾一度被怀疑是来自俄罗斯的武装人员控制 俄军装甲车、军用直升机也一度进入克里米亚领土和领空 俄国军舰也在克里米亚边境海域寻意 尽管俄罗斯否认军事干预克里米亚的意图 美国白宫中午再次严厉警告俄罗斯尊重乌克兰主权 不要跨过红线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 已经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话 希望俄罗斯不要恶化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罗斯托夫记者会上 坚称自己仍是乌克兰总统 美国当天则明确表示亚努科维奇已经丧失合法性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